谢谢发言人 本京青年报记者提问 近日生活在中国南京的日本导演 竹内亮拍摄的纪录片 《好久不见武汉》 在中日两国引发热议 网络播放量超过了2500万次 该片通过深度采访 十位普通武汉人 描绘了当前武汉市民和城市的状况 展现了武汉震撼人心的抗议努力与成果 也传递了武汉人民对未来生活的期待和信心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谢谢你关注这部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在中日两国引发了积极反响 该片导演朱内亮先生通过实地走访 以普通人的视角 展现了武汉这座城市 经历疫情创伤之后的实景 以及武汉人民坚韧豁达的精神 这部纪录片中的很多内容 感人至深 它之所以能够打动中日两国广大观众的心 关键在于它贴近公众 朴实无华 透着真善美 希望能够看到更多这种接地气 暖人心的纪录片 更好地增进两国民众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